你本来是个好人 你咋做了事 还不敢承认了呢 不是 我什么事我不敢承认呢 你看还不承认 大妹啊 大妹 来了 上 上刚才你 起身 过来来 干啥呀 我跟你合适点事 来 今天早上 你是不是把一个老头 放到自行车的户架子上 运出去了 没有 被你运出 那个老头都 泪巴上让你割骨折了 你知不知道 会 那个老头是我爸 就我爸来看 我还没得进我家门呢 泪巴上让你给弄骨折了 你就说吧 这事是不是你干的 你现在一定给我说清楚 到底是不是你干的 这么说吧 反正不是我干的 那谁 那谁干的 那个 这事是我干的 但是我跟你说 大妹 第一 我不知道那是你爸 第二呢 我就把他放在那个后车座上了 他怎么可能骨折呢 他真 不可能 我告诉你 有目击证人 来来你过来 谁呀 来 来 案发现场 这位大姐 看见了 我亲眼得见呢 我就看见赵副经理 退这个自行车 后边拖这个老头 那个老人吧 他很难受我 哎呦 哎呦 我亲眼得见呢 赵坑子 不愤了啊 坑我就无所谓了 你在外面你还坑老头 你还 赵坑子 赶紧说 这怎么回事 我跟你说情况是这样的 哎呀 这个事确实是我做的 我啊 今天本来是轮休的 不应该我上班 早上起来 我一拉窗帘 我一看 今天阳光明媚 我一看天这么好 我得干点什么 完了我就出来溜达 我先溜达到四号楼 我一看 没有什么事 然后我就到了三号楼 也没有什么事 然后我又溜辉到四号楼 有事的 我就发现有人呢 把这个自行车 停在这个楼道门口 这不是妨碍别人吗 我刚要把这个自行车搬走 我看那边 一个老大爷咔嚓就摔倒了 我说完了 大爷肯定是病了 赶紧把他送医院吧 我就把大爷 送到了我的自行车的后座上放好 然后我蹬着自行车 就去医院了 我真不知道是你爸 再说了我也没想到你爸的骨头怎么这么酥呢 没用了 我跟你说大美 我要真的知道你爸骨头这么酥 我说什么我也不能把它放后座上 我哪怕我自己放在后座上 让你爸爸自己的自行车都行 说什么话呢 那叔叔自己登自行车 那叔叔自己不就上医院了吗 那还有病吗 对对对对 那咋整的 那应该是 你登着车后面驮个我 那不行 拖着你干啥呀 拖着你大爷咋这样 不行我抱着呗 我上钢了 太不像话了 你太让我生气了 别 你怎么这样的 是是是 你知道我多感激你吗 哎呦我的妈呀 你会这么感激的感激 我以为你激的呢 我不这样 怎么能表达我对他的感激之情 是是 大美我了解 他一感激他就这样 他就很防盗的 赵刚子 你说 我说啥 不用谢 说 那个不用谢 赵刚子 这就对了嘛 这才是我心目中的赵刚子 做好事永远不图名啊 不图谢 赵刚子 谢谢啊 不客气 应该的 我就想问问你 你爸爸那个骨头 真骨折了吗 没 没有啊 哎 没有 大美你太过分了啊 没骨折 你说骨折了干什么呀 不是赵刚子 我我知道你 你那本做好事不留名 我不用这种方法 我怎么让你承认 这好事是你干的呢 哎 哎 对不对 我多聪明啊 真是 哎 你也是 你说你做个好事 怎么就不敢承认呢 那是什么 田经理啊 这个是千万别批批评的啊 是我的错 为什么呢 赵副经理啊 想把这个好人好事 留给我 扶着我上光榜 你脸咋这么大呢 给你你就要啊 不是你告诉我的吗 见到荣誉的事就得上啊 上一遍 哎呦我的妈 爸爸的 我跟你讲 田经理啊 其实也不能光怪他 还有其他一个原因 我没敢说 什么呀 就是我把大爷送到医院以后呢 大爷躺在床上跟我说了一句话 说谁把我送到医院 并且救了我这条命 我就把我的宝贝女儿大美嫁给他 哎呦 那真是不应该承认的 是不敢的 刚子 哎 我爸爸 真的是这样说的吗 哎呦 啊 那个 那个大美呀 你不能当真 你爸爸当时他有病 他他他他有点迷糊 我爸从来不撒谎 反正配呀 就这么定了 赵副经理指是个好人呀 大美姐 交给你 啊 笑脸 你又挺身的 我怎么 好水成爽了 笑脸 你看 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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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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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整 不是你留给他了吗 我可不留给他呀 可不敢怎么整 没事 我告诉你 大美那自行车还在门口呢 赶快赶快的 明白 那就是跑呗 哎 你给我走过 小脸 等等我 哎 哎 哎 过来 啥事 咱俩聊聊 我爸说那事 那个小脸啊 后座是我的 给我留着位置啊 笨笨 不是 大美姐 我还小 主要是这个好事不是我做的 那个还有地方没有 搓我一个 哎呀妈呀 他们几个男同志想太多了 我爸就说请他们一起吃个饭 就这样吓的 想太多 我跟你讲哈 我一直就觉得女孩长得太漂亮哈 麻烦 哎 我爸叫你们吃饭呐 你们想哪 吃饭呐 小吃饭员 不听